有一个小女孩 就是一对母女 她们住在一间租订的主屋里头 最近物价一直高涨 女孩就问母亲 她说妈妈 我们几时可以住比较贵的房子 妈妈说快了快了你放心 下周我们就可以住进贵的房子 因为我们这间房子的房东 起了我们的租金 所以我们就住在贵的房子了 下周开始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说 其实目前我们都面对很严峻的挑战 而物的战争 通货盆战 物价高涨 加上明年的消费税 还有调高等等 我相信坐在各位 坐在这里的每位长辈 弟兄姐妹们 你的心平静安稳吗 你的心会感到很恐惧 害怕 没有安全感吗 好消息 今天的经文可以带给我们安慰 可以带给我们有许许多多 美好的主的话语 圣经很看重用钱跟赚钱 那我问大家 赚钱跟用钱 哪一个比较困难呢 其实如果你研究 从旧月到新月 大概有两千多节的经文 其实都在讲用钱 上帝很看重祂的子民 如何用钱 可见用钱比赚钱更困难 也更重要 一个人用钱的方法错误 就会带来他赚钱的态度 的错误 因此我们如何用钱 对今天我们活在 我们所面对的极大的挑战 严峻的生活环境里头 愿主的话语 今天早上能够向我们说话 今天很多人很害怕 很恐惧 无论钱多钱少 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没有安全感 我们用钱的心态 其实有三种的心态 第一种就是怕钱不够用 怕自己很长命 活得很久钱用完了 第二种心态是 怕投资失利 无论你买股票 还金 还地产 等等的投资的工具 怕失去 或者是 怕自己短命 自己赚了钱 无法享受 第三种的心态呢 无论你钱多 钱少 有些人 会怕别人的眼观 钱少的怕别人 看不起自己 会很自卑 钱多的人 又怕别人 对自己不怀好意 要跟自己借钱 因此我们看见 在后现代的社会当中 好多的人 甚至包括上帝的子民 都被金钱 被物质主义所捧绑 以至于我们今天 好多人活得不开心 好多人 活在恐惧 害怕钱不够用的 阴影里头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今天不管你钱多 钱少 今天你仍然可以享受 上帝给你的物质生活 又不会被物质 所捧绑的生活 其实这是可能的 因为我们活在地上 主应许我们 我们不需要为 我们衣食住行来忧虑 就是不管你手上拥有的钱 是多是少 你是可以幸福快乐 充满喜乐 而且可以知足禅乐 因此今天的经文 告诉我们一些秘诀 我盼望 我们的长辈们 弟兄姐妹 你可以掌握到这个秘诀 这个秘诀 其实很简单 他讲到说 我们要知足 这知足其实 在当时是一个哲学名词 就是说 不依靠外在的环境 不依靠别人给你 你能够自给自足 按照上帝给你的 已经拥有的物质 拥有的生活 来安排你现在的生活 而不要去期待 你所没有拥有的 拼命去做白日梦 希望有一天你拥有了 你会快乐无比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思想 那自给自足 可以带给我们自力更深 我们能够活得地上 非常的喜乐 活得非常的满足 另外一个 是讲到敬钱 敬钱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装心依靠上帝来过活 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满足和喜乐 意思是说 您和我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是主耶稣基督 用他的宝血 把我们买赎回来的 因此 我们的整个生命 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那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 在日常生活当中 来过活 当作我们献回给上帝的礼物 就是说 我们要注重 上帝所注重 所关怀的 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 通常有挂两幅的图画 第一幅就是 描述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 两手是抓紧紧的 代表着人类在地上一出生 就要抓 抓奶瓶 抓文瓶 抓名利地位 抓配偶 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好多人都在抓 请问今天 你在抓什么东西呢 第二幅图画 就描述一个死人 他死的时候 两手是空空的 正如亚利三大大帝 他当时征服了欧洲 亚洲 非洲 建立庞大的帝国 然而他在33岁 他中的孽吉死了 他死的时候 叫人在他的棺木 的两边挖了两个洞 让他的手张开 他要告诉世人 你所抓取的 你无法带走 因此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没有带 什么到世上来 我们也不能够带什么去 意思是说 当我们认清 我们这地上里头 我们所拥有的 是无法带走的 那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知足禅乐 我们要学习 另外一个功课 就是敬虔的功课 所以使徒保罗 他劝勉皮摩太 来牧养当时的教会 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就是大力了 大力就可以表达 它是大利益 或者说非常值得的 非常有益的 因此 我们总结 知足的人生 其实并非只 外在必须拥有的很少 才叫知足 不是说你要吃得很简单 穿得很简单 你过得很贫穷 不是这种外在的生活 知足的人生 其实保罗的意思是 指我们内心的态度 你可以拥有很多钱 你可以拥有很少钱 但是你可以过着一个 非常知足的人生 正如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话 他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嘹亮的言文 言文就是专一 你的眼睛如果专一 让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 也就是上帝的旨意 在你生命中 展现出来 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那 你的全身就光明了 主耶稣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看重的是 日观之上的事 上帝国度的事 上帝家里的事 而不是地上 那我们带不走的 那些的物质和财富 圣经从来没有鼓励人 做贫穷人 因为贫穷本身 其实是没有价值可原的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需要依靠主 所以他 常常指出人的心 对这种的物欲的贪恋 造成好多上帝的子民 不快乐的主要原因 今天你快乐吗 那我们检讨一下 我们不快乐的原因 在哪里呢 事实上 人对物质的需求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三餐一宿 吃三餐 能够睡一晚 好好的睡眠 睡觉 其实就已经非常幸福了 我们睡觉的空间 只要有三尺 乘六尺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过活了 我在过去 25年牧养的生涯当中 我探访过 不少上帝的子民 我发现 有些人 家里非常的大 甚至有超过十个房间 但是主人只能够用一个房间 的其中一个角落而已 他拥有很多的女佣 但是 他也只能够让一个女佣服侍他 他也只能够吃三餐 即便有好多的山珍海味 因此 他告诉我 我探访其中一个主人 他说你 许牧师你看我家很大 有好像一部小说所说的 庭宴生生 但是我很不快乐 好多富足的家庭 住在里面的人 很不快乐 有好多的原因 其实 您和我 我们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我们真的都需要 钱财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却是万万不能 不过主耶稣 透过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要知足 我们要尽钱 因此接下来就谈到了贪 使徒保罗谈到贪才是万能之根 所谓贪的意思 我上回有跟大家提过 就是你想要的超过自己所需要的 想要的就是我们的欲望 需要的是我们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 因此我们得到了需要的 我们还不满足 我们甚至想要得到更多 这个就叫做贪 其实金钱是中性的 金钱最大的限制呢 就是带不走 今天好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好多人花好多的时间 一生的精力去追求 带不走的钱财 我只能够说 有一天 追求的人会非常的失望 因为他的努力最后都是成功 德国有一句愿意说 我们老得很快 但是我们成熟得很慢 年轻的时候爱赚钱 中年也爱赚钱 到了老年仍然爱赚钱 却不明白 你爱钱 钱却不爱你 正如你爱某某人 某某人不爱你 你不爱的人 那个人却偏偏爱上你 这就是人生的纠结 人生的矛盾 不得今天早上 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传道书五章十九节 告诉我们 上帝赐人之财丰富 使他仁以赐用 仁取自己的分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上帝的恩赐 原来你如果读传道书 你一定得到很多的智慧 这里明明说 上帝赐给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所需要的 其实是足够我们一个人 甚至我们一个家庭 在地上 我们所想要的 我们所需要的 其实都足够的 但是问题偏偏出现在哪里呢 偏偏就是 不满足于上帝 给自己的那一份 连不属自己的也想得 所谓有所谓贪得无厌 从旧约圣经我们看见雅各 他想得到 以少赞子的名分 这赞子不属于他的 他偏偏要得 他跟以少比较 他不服气 所以千方百计透过他的妈妈 夺取了赞子的名分 我们看见有好多人 就是这样贪得无厌 因此 圣经形容 这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被陷在迷惑 落在婉罗 曾在败坏灭亡当中 大家岂不知 从报站里头 我们看见 好多的诈骗集团 透过高薪 透过送礼物 透过女色 死人 因为贪恋 而跌入在圈套骗局里头 我好几年前 也收到一个电邮 这个电邮告诉 他写来英语的 从英国寄给我 他说我们有两百万英镑 要送给你的教会 你可以拿这笔钱 帮助穷人 建坛 不过这笔钱 在税务局那里 要缴税 你可以 寄一万块的新币 到哪个户口 那这两百万 就会进入你的户口 你就可以交给教会 你们说我会相信吗 天下没有百次的 午餐 或者晚餐 因此让我们提高警惕 我们不要中了 诈骗集团的这种的骗局 无论是手机的简讯 无论是任何的链接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提高警惕 凡是免费的 让我们都拒绝 因为贪财就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恶前财 就被引诱 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吃透了 这节我不再解释 我上一回跟大家解释过了 我们华人有一个顺口溜 值得我们去反思 这顺口溜这样说 没钱的时候养猪 养猪可以赚钱 有钱的时候养狗 你养狗你是有钱人 没钱的时候想结婚 有钱的时候想离婚 没钱的时候老婆兼秘书 有钱的时候秘书兼老婆 你看这顺口溜 一针剑血把我们华人的镍根性 甚至讲到 他的镍根性完全地展现出来 你看这个零是一个奇妙的数字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却好像有 但是世人却希望有很多个零 其实零本身是空的 我们说一万 万就是四个零 我们说一亿 一亿的后面是八个零 我们说一兆 中国同胞就明白 一兆其实后面是十三个零 不管你今天拥有多少个零 都是空的 如果你前面没有数目字 你有二十个零也是空的 除非零的前面有数目字 有一或者二 所以财富本身 其实只是一个数目字而已 财富本身并不是生命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很重要 一个生命 两个生命 三个生命 可以彼此祝福 因此我们的会主 魏斯里耶翰 他有一句经典名言 他从尽你所能的赚钱 你能够赚呢 你不要松手 尽你所能的借审 你能够借审 你也不要松手 但是尽你所能的捐献 你不要保留 魏斯里耶翰的名言 一直到今天 都可以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徒保罗 他说 我知道怎样处悲劲 怎样处丰富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缺乏 他说 他的秘诀是 他靠着那 加给他力量的房子都能做 保罗的意思是说 知足是要学的 我们本性 不会知足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知足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达 保罗的意思是说 他可以住在六星级的酒店 他可以吃任何的山珍海味 他也可以住在乡村的毛房 他可以吃很简单的 平民所吃的 无论在哪里 他都学到一个秘诀 靠着主的力量 他房子都能做 知足是要学习的 因为我们深层 我们是不会知足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知足的人生 那我相信你的生命呢 一定非常精彩万分 你的新生命影响更多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